我们都看到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在我们耕屋底下有一个档案 它是一个 csv 也许叫 rent.csv 然后我可以打开来看到里面 第一个栏位就是 辟别 然后有这些所有的辟别 然后现金买入就是这一些 现金卖出就是这一些 有没有 然后集齐 集齐也是两个 买入跟卖出 所以这一题应该最麻烦的地方应该就是 它的那个栏刚好 辟别是一 然后对一个买入卖出一对二的关系 然后我的解决方法是我把它 就是 这一个栏位有没有 这个买入的部分我是把它乘以二 那这个卖出我是乘以二加一 OK 规则的话基本上就是 它自动会产生零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样的关系 这是我想出来的简单的方法 至于说有没有更其他 一定有 但是你想想看有没有更简单 如果有更简单 欢迎你可以再告诉我一下 我会买奖的 因为这是我想出来相对最简单的方法 因为不太需要用其他的函数 就可以解决这个方法 OK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程式怎么跑 比较简单 那这个地方当然 我就是把刚刚写好的东西 那分别就把它串在一起 那记得呢中间一定要加上逗点 所以这边的话我就跑一个 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那个range的话就是从零到data name 因为总共的话基本上 总列数其实就是这个 币别的总列数 OK 所以我们以这个当成回圈的编号基准 OK 那你不能用这个用那个现金或集齐 为什么 因为它变列数会变成double的数量 那就不对了 OK 那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跑回圈 然后分别把币别先抓出来 然后在中间串一个逗点之后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现金的部分 那我刚刚讲过现金 乘以2就是前面的买入 乘以2加1有没有 那就是后面的卖出 然后就中间一样串的逗点 有没有逗点 然后换下一个 那底下的话呢 data earn就是集齐的 这个是买入 那这个是卖出 所以中间分别加上逗点之后 我就把它print出去 所以print出去各位可以看到 在右边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了 有没有美元 然后呢 这个现金的部分 集齐的部分 那因为print的本身会换行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把这个清单 先print出来 OK了 那表示说画面上看到 可是看到不表示 是将来可以储存起来 所以后面的话 再来就是牵涉到什么 把它储存 所以截取 显示 储存 反正大概是这样 OK 至于要存成什么 最简单的就是CSV CSV就3号 还记得吧 我们用CSV蛮多的 这个CSV其实是最简单 最不需要做什么 但是因为这个输出里面上面没有栏位名称 所以我自己就是加了一个栏位名称 这个前面有讲过了 所以大家就快速讲一下 S这个变数里面 上面先放栏位名称 一样中间加到豆点 那只是说 尾巴一定要记得要换行 那CSV结构一定是 豆点、豆点、豆点、尾巴换行 OK 所以 第一个是栏位名称 然后豆点完之后尾巴换行 然后呢 再把里面这些东西通常串在一起 那不过 我这个 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写 用format来写 因为上面的方法也OK 只是上面的方法你会发现 相较于下面的方法 我是觉得下面的方法看起来比较精练、简洁一些 那主要是利用format的这个函数 前面就是它的格式 什么样的格式 这个大瓜五表示 我后面需要放的资料 那前面是格式 那这个格式就是说 我第一个是放什么 币别 有没有 把币别后面这个里面的资料 有没有 帮我处理完放过来 然后中间加豆点 这个是现金买入、现金卖出 集齐买入、集齐卖 后面其实就是 我们再把需要的资料放在后面就对了 所以你会发现 format里面总共会带 总共有五个参数 五个参数 第一个是币别 然后买入 有没有 这个是乘以2 乘以2加1 然后后面也一样 有没有 这个乘以2加1 这是集齐的部分 后面会刮火 然后最后这三行就是存档 存档的话 我们先讲过 先开一个档案 档名叫rand.csv 然后把它write出去 关键是这个w 写出去 接下来的话 把上面这个s 它这个栏位名称串 所有东西 把它write到这个档案里面 要最后close掉 这样的话 基本上完成 所以执行完毕 如果没有抽误息 那表示是OK的 那底下的话 它如果出现什么 permissionl 这个主要就是 因为我这个档案 正开启 所以要把它关掉 或者它写不进去 然后再把它执行 OK 好 那这样没有抽误息 在根目底下 应该就会出现什么 rand.csv 那就可以把它打开来 那你又会看到 从网路上下载的这些资料 就会被你存档起来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第一个先练习这个 如果你觉得这还意犹未尽的话 请你再去做 抓别的银行的话 应该有上百个银行 你之前同学蛮认真的 你真的就把所有银行的 外汇网页 哇 通通四个微轮 OK 但是他还是有发现一些问题 就是说 就是在想办法解决 如果你这些通通可以解决的话 我想应该你爬虫 你不要说你不会 对 OK 剩下就是要实做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讲的部分 再练习看看 我刚刚写的程式码 在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所以如果你担心 如果有些细节不太清楚 可以查一下云端白板的第十八页的地方 OK 另外我云端白板还有放那个 把它存成以色 如果存成以色 我这边就不掩饰了 因为前面有讲过 那这个我就把我写的程式码 放在云端上面 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自己再拿来练习看看 OK 0604好的部分